日理分局着乐派出所远警李正修执行值班勤务 有两名远道而来的外国游客前来派出所 说捡到钱包 在受理报案后 因为担心民众因为钱包不见而着急 检视了钱包内发现了有一张公司名片 上面有联络电话可以联系 就马上联系 手信电话号码的施主郭先生本人 联邦表示接到了警方的电话之后 心中的大使也瞬间放下来 也迅速到派出所认领 日理分局着乐派出所 警员李正修执行值班警务 有两名远道而来的外国籍游客前来派出所 说捡到钱包 在受理报案后 因担心民众恐怕因为皮包不见而着急 检视皮包内发现有一张公司名片 上面有联络电话可以联系 手信电话号码就是施主郭先生本人 他们捡到你的钱包 在玉山国家公园王安米布道那边 他们捡到 对然后他们就专程拿过来给你们 施主郭姓夫妻两也顺利来到派出所 点清钱包内的钱财确认无损失 表示非常感谢外籍游客 巡获遗失的钱包也感谢警方及时的联络 在这巧妙的缘分安排之下 郭姓夫妻两也与外籍游客成为朋友 离去前往派出所合影留恋 也为这故事留下珍贵的回忆 记者高雙雙 哲西香采访报道 好 好 太阳 女党 通行 有点